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5号表示 会持续和乌克兰和平谈判 但是警告北约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实质上是在和俄罗斯宣战 只不过打的是代理人战争 拉夫罗夫警告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排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了 而对于曾经是喜剧演员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拉夫罗夫则是抨击他 其实是在假装谈判 但如果仔细检视拉夫罗夫自己说过的话 其实也是在玩文字游戏 既然不排除和平协议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呢 乌尔不断尝试和平谈判 但双方都认为对方诚意不足各执一词 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乌尔人民所期盼的和平只怕也非常遥远 环宇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